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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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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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认为猫很不容易死 猫很长寿 动作很灵活 身体又软 要摔又摔不死 有时候猫从高墙上摔下来 一下就咕噜咕噜 就跑掉了 猫不容易死 所以这个传说中 猫有九条命 这个谚语通在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就是表面上 字面上 一个就是它实际上 或者衍生出来的 所以猫有九条命啊 所以常常可以说 你这当然不死啊 你这不容易死啊 你这打不死啊 打不死的蟑螂 怎么这一次 这一次这么危险的情况 你居然可以存活啊 这场战争 死那么多人 这场地震 死那么多人 你居然活下来 或者是办公室啊 大家都被老板臭骂一顿 这就你没事啊 你真长命啊 A cat is not alive 用的很多 反正就是 字面上的意思 欸 猫有九条命可以死 18次啊 第九次死 才真的死 那衍生出来就是说 就是 打不死 很长寿 打不死 当然不死啊 就是 就是 就是可以存活啊 所以用处很广 所以猫的这个代名词啊 有的时候这个 看国家不一样啊 当然都是 都是英文啊 有的时候用she 动物用she 有的时候ed 没有生命的啊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都可以 有的时候用复数啊 有的时候用单数啊 当然如果用ed 后面都是单数 有的时候用the 有的时候用cats啊 都可以 就看那个写的人啊 这个猫啊 它可以到修道院 Monastery 修道院 猫怎么可以到修道院啊 猫又不是人啊 不是生女啊 这是一个隐身的说法 所以很多业语啊 成语你不要叫尊 不要叫尊 不要叫尊 不要说字面上的意思啊 猫啊 怎么会she 这是一个写法啊 有女性 猫怎么可以到修道院啊 这是一个比喻的讲法 就是有点像卡通一样 看 一所欲言一样啊 就是 它是 很多成语就是欲言啊 就是 不是真的字面上的意思 解释的话 猫又不是人 猫可以到修道院啊 但是它还是一只猫啊 就比喻成 所以这很多意思是比喻啦 一个人啊 他可以到修道院 但是呢 他还是一个人 什么意思啊 狗改不了吃屎 他到修道院以后 他还是他 改不了 或者江山一改 本心南一 表面到修道院当和尚啊 穿个生女的衣服 他 他还是猫 他还是人 他还是他 他根本也不是生女啊 表面上他穿的啊 就像一个人 表面上 表面上好像神官啊 发财 实际上还是 还是个 没什么能力 没什么 当了部长啊 实际上也没什么能力啊 很多官员啊 没什么能力啊 就像美国很多 大使多啊 美国大使多 很多仇庸的 我们一般讲 大使嘛 一定是外交官 不一定啊 美国的选总统啊 总统很多金主啊 金主到时候 或者是美国很多大家族啊 论功牌子欣赏 打天象 要分嘛 你说这个 你说什么外交部 你说这个 国务卿 国防部长 交通部长啊 这些不好 不好去弄啊 那就是大使 大使很多 仇庸 所以一个人 你就算到和尚 我弥陀佛 你就真的是和尚 不一定啊 你本性 你 其实你不是 你不是僧侣 你还是真实的你啊 江山一感本性乃义 就是这个野生说法 当然 随着个人的想象啊 也不一定说江山一感本性乃义 就是说 只要符合他这个 字面上的意思 不要脱离太远 你可以做很多隐身 所以很多谚语啊 不同的国家不同解释啊 有不同解释啊 有不同解释啊 不同的有不同解释啊 所以很多谚语不是只有一个意思啊 但大致大致上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你到了 当了和尚 到了修道院 你就要我彌陀佛了啊 其实你是跟他化和尚 你并不是真的神旅这个意思 也可以是将相本 本物种 不是啊 我们看下面 A king may look at the king 什么意思啊 他这边上的意思啊 就是啊 看起来像 就是猫照镜子啊 一般的语言来的意思 猫照镜子照起来 他像一个国王 怎么可能 你看猫是动物啊 怎么这个又是人啊 人跟动物 不是啊 我们不要那么死啊 他是一个理人化的 猫照镜子啊 可以变成一个国王 意思就是说呢 猫照 我们旁边看猫照镜子还是猫 可是他照起来像国王 隐身的意思是什么 将相本物种 男人当自强 他是猫啊 可是他最后照起来 他可以像一个国王 或者英雄不怕出生地啊 或者彼克取而代之啊 项羽啊 项羽讲的啊 所以项羽真的后来也做到 就是说 你本来是猫 可是你可以 你可以看起来像一个国王 这都隐身的意思 当然有人觉得 啊 我不同意啊 我觉得这个没道理 那你也可以有 你自己的解释啊 但是大致上 也有一个一般 国际上大家 大家可以接受的 一个范围啊 Ergans get in the dark 在黑暗中啊 所有的猫看有的灰色 有的猫白的啊 有的猫黑的啊 有的灰的啊 有的灰的啊 有的花的啊 有的各种各种颜色 灯一观啊 都一样 就是 就没丑啊 你说林志玲啊 或者很丑的女的啊 这个 很丑的 或找到普通了啊 这一大堆女孩子 比如说五十个女的 有的很漂亮 有的一般 有的丑 灯一观 看不清楚 差不多 都差不多 灯打开才知道 意思就是说 它有一个隐身的意思就是 外形没丑 不是那么重要 灯一观都差不多啊 这个灯没观 没差 所以有 它有这么隐身的意思 当然 可能不同的 还有不同的解释啊 灯一观 所有的猫 看起来都是灰色的 意思就是说 其实 平常看起来猫 这只猫 波士猫很漂亮 那只猫普通 那只猫不好看 其实灯一观都差不多 都是猫 它就是猫 看起来都是灰猫猫的 也看不清楚啊 所以外形没丑 你不要那么计较 眼睛一闭 什么都看不到 你说眼前美女 眼睛一闭 你什么也看不到啊 外形没丑 不是那么重要 这是一个隐身的意思 Bell the cat 这是一所欲言的啊 这个Bell 应该是 应该是小写啊 Bell 就是钟 就是铃铛 铃铛 本来是名词 可以当动词挂铃铛 就是一所欲言嘛 就是那个猫很凶 吃老鼠 一大堆老鼠说 这老是Bell吃不吃办法 这样子啊 我们就是在猫 脖子上 挂个铃铛 猫一过来以后 我们就知道 就可以闪掉 所以他说 有道理啊 可是问题来了 谁去挂 去挂 可能会不会要吃掉啊 当然你可以趁着猫睡觉 可是 你挂的时候 会动到猫 你挂铃铛 它一看到它 就把你吃掉 所以这个意思是非常危险 挂铃铛 在一个猫的脖子上挂铃铛 虽然 虽然是挂了以后 老鼠就 不容易被吃掉啊 因为 猫一走过来 会有铃铛 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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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的 跟谁去啊 哪一只去啊 去了九十一生啊 就挺身而出 Bell the cat 大家都在讲 你去啊 我去 每个人都不敢去 这个族也很好 太好了 那谁去啊 这族也已出 我只出族也我不去 换你去啊 你个子比较大 但我不是猫的对手 所以我们常常啊 很多这个碰到危险的状况的时候 在攻山头 这个 将军说 谁去攻啊 就九十一生啊 攻那个山头啊 因为 攻山头很容易死啊 有一个人说 我去 就是挺身而出 英雄人物 挺身而出 care of kill of the cat 我们这个意思经常讲 忧愁可以伤人 字面上的意思是 忧愁可以杀死 猫 就是 人啊 忧愁 有这个 老是愁眉不省 所以人 意思就是说 人啊 要乐观一点 就算碰到危机啊 碰到 艰难险暑 也要乐观一点 面对 反正最坏就这样子嘛 最坏就这样子嘛 啊 碰到台风 碰到天灾 碰到敌人 碰到什么 坏事情 或者老板骂人 或者 反正就是各种状况 你忧虑也没用啊 忧虑最坏也是这样子嘛 就是 忧虑也没用啊 遲早要面对 那不如说 乐观一点 或者勇敢一点啊 他有这个 希望人 正面一点啊 不然的话就是 一个人太 老是在忧愁 所以有些那个 愁眉不省 你看那个医院 每次去医院 就是 尤其 长期病好 每个都愁眉苦脸啊 医院里面很少人笑啊 但医院也不适合笑 所以他都有病痛 尤其是长期病好 就是每个人有忧愁 所以忧愁可以 杀死一只猫 这个意思 那除了忧愁 好奇心也可以杀死猫 这好奇心啊 这很多小孩 这玩皮啊 玩皮啊 酿成巨祸 两个小孩 在这个河堤上玩 一个小孩 这玩皮 好奇心 把另外一个 推到下面去 淹死掉了 好奇心 哎呀这个 火柴啊 点一点 好玩 放在火上 哎呦我烫到手 这好奇心 好奇心 所以有时候人 好奇心是人皆有之啊 可是有时候好奇心 不要 不要过了头 看到老板 跟一个妙丽女子进入 哎呀我好奇啊 是不是小三啊 或什么东西 到处讲说 哎呀 是不是小三啊 搞来搞去他 他女儿 他侄女 结果得罪老板 结果说 好奇心不要太过 好奇心可以杀死猫 他说 他说 他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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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猫是舌头啊 你舌头里面是不是有 是不是被这猫挡到啊 就是 什么猫啊 在你喉咙里 当然猫不可能到喉咙那么大 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说不出话来了 你怎么喉咙里有这猫啊 当然 不可能有猫嘛 这是一种引 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你怎么都不讲话 啊 平常话很多啊 现在老板来了 你怎么不敢讲话 现在有 你平常不是胆子很大吗 现在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不讲话了 难道你喉咙 你的舌头上面有只猫吗 这是一种比喻的讲法 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不讲话了 讲点话嘛 他可能怕 可能是胆怯 可能是尴尬 当然也不一定是胆怯 也可能尴尬 在猫的眼中啊 所有事情都属于猫 猫眼中只有猫 没有人 没有狗 没有其他动物 没有四老虎 猫的眼中只有 只有猫 没有其他动物 就本位主义啊 这是也是 所以成语啊 这种谚语啊 就是很多是引申出来的 本位主义 或者说很自私 眼中只有自己啊 没有别人 It is enough to make a can laugh 这足够让猫笑 都能够让猫笑 就表示真的很好笑 你说这个笑话好不好笑啊 人家问你说 诶 听说小张讲个笑话 很好笑 是不是真的好笑 你就说 It is enough to make a can laugh 就是连猫都会笑的 那表示确实好笑啊 人家问你 寝盆大雨 为什么呢 雨啊 雨滴嘛 毛毛也很小嘛 寝盆大雨 那个雨珠就很大嘛 打到身上都有感觉 就是 连那个雨滴 好像猫跟狗那么大 哇那大死人 全世界没有这种雨 冰袍也没那么大 就是 这只雨非常大 那个雨珠啊 雨滴啊 雨珠大到什么 好像那个猫跟狗一样的 表示雨大得不得了 比台风还大 寝盆大雨 Avance cats and dogs Like a can and a hot tin roof Hot tin 就是锡的啊 金属啊 金属的屋顶 很热 金属的比热比较低 很容易热 很容易冷 好像是猫啊 站在一个金属的锡 锡的屋顶啊 金属的屋顶 因为屋顶一般稻草嘛 瓦嘛 砖嘛 但是铁的金属的 就是很热 就很热 我们就说热锅上的蚂蚁 但英文不是说热锅 是讲热的屋顶啊 这个意思都差不多 热锅上的 我们中文讲热锅上的蚂蚁 英文是屋顶上的猫 就等于热锅上的蚂蚁 那这些谚语呢 不一定都是英国人的 虽然这些都是用英文来表示 有很多是从法文来的 从意大利文的 从德文来的 最后变成这个英文 就像很多这个 艺术语言 他当初艺术哪里懂英文 那时候跟我没有英文 我们看到都是英文的版本 还是传说中希腊时代 后来变成拉丁文啊 变成德文啊 变成法文 日耳曼文什么 最后变成英文 see which way the cat will jump 我们看看这个猫啊 怎么跳 字面上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观望琴 看看 看看猫往哪里跳 我们看看 看看风向 看看风向 你说这个 这个 两个副总在吵 到底要帮谁啊 到底哪个对 不要急不要急 慢慢看 看看总经理听谁在说 看看观望琴事 看看哪一个草云呢 观望琴事 美国跟苏联啊 美国跟中共啊 两个国家在吵 到底 我们这个到底在哪一边啊 我们台湾到底要站在日本啊 站在大陆啊 站在美国啊 站在法国 我们站在哪里 我们看看情势 看看联合国怎么看 看看国际上怎么看 就观望琴事 The cat did it 不是我干的 猫座了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甩锅 现在流行叫甩锅 台语叫 人不是我杀的 那是台语说 李语江嘛 这不是我干的 这猫座了 那妈妈说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杯怎么 砸到地上碎掉啊 谁干的 这不是我 人不是我台 可能是妹妹 可能是邻居 可能是风吹了啊 就本来不是我干的 猫做的 英文讲 这是猫干的啊 不是我干的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这个 猫啊 已经离开了啊 袋子 比如说把猫抓起来 放袋子 就猫挣脱出来了 就 就是后来啊 这边漏了一个字 不大了 秘密啊 秘密泄露 猫都出来 大家都看到啊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啊 他说这个 这个袋子里面绑了什么东西啊 这猫自己跑出来 就是猫 秘密已经泄露了 The cat shuts his eyes when stealing cream 致命上的意思 猫啊 闭着眼睛 它偷那个奶油啊 偷吃奶油 闭着眼睛 我们叫掩耳盗铃啊 掩耳盗铃啊 这个你盗铃嘛 铃会想 怕这个铃响 就把耳朵捂起来 大家还是听到 叫掩耳盗铃啊 欲盖弥彰 掩耳盗铃啊 或者是那个什么 鸵鸟 鸵鸟主义啊 都类似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边中文啊 不是标准答案 这些成语 谚语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这边只是说 写一个意思 基本上大家可以接受 通的 通的 用成语解释成语 比较好了解 因为成语好记嘛 你说 你说翻 猫啊 去偷牛油的时候 偷奶油的时候 眼睛会闭起来 这个不好记啊 言二道零 秘密泄露 不是我干的 观光情势 热锅上蚂蚁 下起青门大雨 非常可笑 本位主义像比较好记 The dark for the man, the cat for the woman 就是男人呢 喜欢养狗 狗啊 可以跟着到处跑 打猎也可以帮忙 猫嘛 在家里面 这个男主外女主内 女人就养猫 猫也不太跑 猫是练乌不练人啊 狗是练人不练乌啊 两个不一样 我们就把它翻成 各取所需啊 男的嘛 你就喜欢狗嘛 女的喜欢猫嘛 小孩子又喜欢 女的 搞不好喜欢兔子啊 男的又喜欢 养什么东西 各取所需 人的猫一定比老鼠厉害嘛 猫吃老鼠 猫吃老鼠 猫不在老 老鼠当家了 老鼠出来玩 叫做猴子称王啊 鼠中吴大将 廖花为先锋 猴子称王啦 大人不在 小孩子出来闹了 这平常爸妈妈在 小孩子不敢闹 父母也不在家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像 像电影啊 这个家里很漂亮 父母在的时候 大家不敢弄 就父母说 哎呦 你们乖乖在家啊 爸爸妈妈要到欧洲啊 去做坦生意啊 或者爸爸妈妈到欧洲去玩啊 乖乖的哦 家里面这钥匙哦 我们会常打电话问哦 你们小孩子乖乖啊 当然不可能是五六岁那种 就是可能青少年啊 也不需要大人照顾啊 就是你乖乖 你们青少年啊 或者十八岁二岁成年啊 你们顾家 就一出去 哇 赶快轰帕啊 找同学啊 来轰帕啊 搞乱七八糟 父母一坏 哇 怎么家里搞这么乱 猴子称王 You would always be lucky If you never had to make friends with stranger cats 这个是欧洲的 好像是法国 还是哪一国的这个业语啊 遇到贵人的意思 比如说 这个记不起来了 我们就假设是法国好了 就是他们有这种观念 就是你如果看到啊 看到一只这个 就你不认识的猫 不认识的猫 在路上 哪里看到不认识猫 你会 你将来会有钱 会有钱 但是我们中文搞不懂 那碰到这个不认识猫 怎么会有钱 就是各国风俗民情 不一样 不一样 当然也有的 也有的国家民族 可能看到 觉得看到这个 不认识的猫 觉得是 尤其是黑色的猫 哇 不吉利 这每一个国家不一样啊 你就 你看 这个西方人啊 参加上礼啊 他穿黑色的 中国人穿白色 你看就差很多啊 碰到喜庆啊 中国人穿红的 西方人穿白的 所以你又搞不懂的话 这个 这个 这个西方人啊 来参加中国人的上礼 他 他不穿黑啊 他穿个白的 那中国就 哎呦 怎么穿白的过来 就是 他那个 一个 弦外之音 就是说 会遇到贵人 有这个讲法 当然我们要是不了解 不了解这个 这个 他这个 当初 好像是法国吧 不了解就觉得 很奇怪 怎么碰到不认识的猫 会 会发 我们说 中国人说 遇水则发 那法国人啊 比如说 遇到不认识的猫 你会发 那有的国家 碰到不认识的猫 你会倒霉 这每个国家不一样 那在英文来讲 他就有这个 赚钱 赚钱 就是会发 会 遇到不认识的猫 表示说 这个 运气来了 会赚钱 那我们这边把它翻到 遇到贵人 这应该是讲说 会赚钱的意思啊 那但是我这边就 翻到遇到贵人 好 所以这边参考 所以这个当做一个有趣 你看跟猫 跟Cent有关系的 你看那么多 有那么多 你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七八 八个 九十个 十二个 十四个 十五个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九个 应该再找一个凑个 二十个凑个人数啊 这这边当做一个趣味啊 就英文里面啊 当然有些是 就是英国的 或者美国的 有些是从 意大利啦 德国啦 或者更早以前那个中世纪过来的啊 但是表面上都是看起来英文 那有些是欧洲的 这样翻过来的 好 目前十五个YouTube频道 十五个 麻烦你十五个 全部按订阅 好 这一集讲到这里